台湾人非常喜欢买日本的零食杂货 这让日本的卖场一家接着一家开 上次进入台湾市场非常久的大创 在台湾已经有超过八十间的分店 唐吉科德在短短两年就大展三间店 甚至他们在卖场里面打造一个现煮的熟食 却有师傅在这边煮拉面煮泡面 这是台湾独有的 制烧成焦糖色的鲑鱼鰻鱼 放上特制红醋饭压成一个个长方形 看得令人口水直流 这就是线下日本关系最夯的香寿司 这碗鲜鱼寿司想来点热腾腾的 咖鱼鱼鱼还有师傅县煮的日式拉面还有泡面 豆下可不是在什么白货美食街 而是在日式的零售卖场里 看准台湾人爱现点现吃 这个料理区可是专为台湾打造 连日本本店都没有 从卖药妆饼干鲜食到热食 日式零售卖场多元策略 短短两年大展三间店 也很喜欢日本的商品和文化 对想说就来个 伪日本的旅行的感觉 也不是说特别挑 但就是经过的时候觉得说 用过这家好用 然后这边刚好有的话 就会想要来这边采购 台湾有进口关税 即使日币扁买下来还是比较贵 但台湾人甘愿买单 才让日本卖场一家接着一家开 像是霸主大创就以单一定价 和超快新品推出速度 在台已经有超过80家店 而线下话题度最高的主副超市 则是主打和牛 生鱼等日本直送肉品 对消费者来讲 他可能会对于社会的差异化 例如说有些日系的产品设计风格 是比较理想的 或者是日系的餐饮业 它的浮流则是更为舒服的 所以消费者他愿意多花一点的钱 打出台湾买不到 日本才有的独家销售策略 这些日系超市卖场 看准台湾人哈日 积极抢供产值高达4兆元的零售市场 东森财业新闻 台北裁缝报道